嗯,这个是莫西构炸脆饭 好啦,那个是海鲜 小青口蚝肉,里面是葱姜 现在试吃给你们看 如果有美西构人请你们去家里吃饭 你看他做这个莫西构炸脆饭 这里是私人分量 哦,记得哦,他们的礼仪就是你只吃你的那一份 你就拿你的那一份好了 不要动其他的 来,我们试试看,我们试吃 盖回起来 很简单很快,你也可以用鸡肉或者别的鱼肉来代替 总颜值它就是个炸,炸脆饭 这个是葱姜 应该很热很热很热 很热呢,刚刚煮好 很热呢,刚刚煮好 嗯,超好吃 嗯,嗯 很香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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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来 跟你们分享 现在来 煮给大家看 嗯,我们去出发 嗯 这些是今天做这个 Mexico Rice Caselo Mexico 这个炸脆饭的材料 嗯 五颜六色的 小 tomato 番茄 tomato 已经洗干净 已经泡十分钟的米 还有这个Marsel Meat Marsel Meat 熟了的那个小青口蚝肉 要一个洋葱切碎 咖喱 切片 蒜 蒜米 也要一匙 剁碎了的 嗯 蒜头 盐 胡椒粉 和这个 巴斯利 香料 这个 干 干的香料 少不了 油 那么,开始了 开火 调小火 放锅 放锅 放油 放锅 放锅 放油 放油 放一大匙 一大匙 油热了 放切碎的 咖喱 切碎 切碎 葡萝 葡萝 还有鸡 蒜头 切碎了 切碎 鸡 鸡 慢炒 偏香 炒到偏香 炒到偏香 鸡 炒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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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味道 盐 盐 是好像很多 只是不放味道了的了 这个是整磨饭的味道 哦 一点点 砂糖提鲜 整碗的米 放下去 慢火炒 对 这个泥 我们要炒到两分钟 好像半熟的状态 才加水进去 好了 炒了一分钟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我们 拿离开那个火 把那个 干的香料加进去 让那个饭 蒸香 他们Nexico人社这样的 很喜欢把很多种香料加进去 而且放了一两种 就是那个Mix Hubs 那个万元买的瓶装的Mix Hubs 这个Mix Hubs来的 这个Mix Hubs来的 Mix Hubs 好了 现在我们要加 一定是加热水 一杯的量 加热水 我们把鲜 炒开一个洞 把这个葱 放进来 炒一炒它 放入葱 拿鲜 它帮助 它是很均匀的 而且可以放在鲜 放入葱 它是很均匀的 但是我喜欢 放入葱 它是很均匀的 可以放入 Mex Hubs 那些葱 放入葱 它是很均匀的 但我不是很均匀的 我可以放入葱 它是很均匀的 但是我喜欢 它很均匀 可以放入葱 直接的水来 水来了 慢慢从边缘放进去 米已经炒了半熟 这个炸炊饭 只要15分钟慢火就可以了 拆拆那个水的量 你一定要泡在水里面 慢慢熟 因为它已经半熟了 已经半熟了 现在已经煮的肉 煮的肉 煮的肉 煮的鸡肉 煮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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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要放在一起,因为它是海鲜,所以我们不想煮熟,所以煮熟和煮熟 那个小清口,它会扯一点才放,因为是海鲜啊,你放太快,它过度煮熟,不好吃 不要锅盖子,不要锅盖子,只是锅盖子煮熟 这个饭熟的同时,我们还有那个酸片,还有那个胡椒粉,pepper,pepper and the garlic slice 我们拿来参一下那个小清口的肉,除腥味 把小清口倒出来,一碗已经有很多,你也可以买那个叉叉不同的海鲜 把这个胡椒粉我们放进去,那么就除腥味 可是这个小清口哦,它闻起来很香 那天我买来做我的意大利面,它很香很甜,没有什么腥味的 我们用这个胡椒粉去吃,它的腥味和真香,好了 那个饭是这样子的 喜欢把蒜片,放进旁边 美西哥人呢,没有吃Spring onion的,他们吃大蒜,葱头很多 把这个,它也是排在上面 五盐六湿,我还是烧了一点清湿 盖上盖子, close the lid 等待会儿准备 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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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过去,我们先开那个盖子来看 Let's see the rice almost there,almost there 那个饭成粒粒了,还没有干水 来 5分钟 5分钟 好了,蒸的15分钟已经做好了,你看 嗯,对不起,我已经吃了一,我已经拿了一勺来吃 嗯,好吃,嗯,好吃 那个,嗯,刚才那一匙盐已经弄到所有有味道了 啊,我们五时候少盐少糖 如果你喜欢咸一点,那就加一点soya sauce 那个,嗯,洗腰啦 嗯,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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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